孫一珍日前开心宣布跟玄冰有了爱的结晶 这对神仙夫妻一举一动都受到大家关注 大家原以为孫一珍应该被玄冰宠成公主 不过11日她在IG分享了多张亲自下厨的成品照 照片中有饭卷、小菜、炖鱼 还有在火炉旁的披萨 辣牛肉汤跟熬了一大锅 最后这个汉堡看起来根本是餐厅等级 这也难怪会调出大咖好友来留言 她配文写下 最近开始常常做料理 有的料理第一次接触 做起来有点像样的时候 自己会感到很欣慰觉得会做料理的人真的很厉害 最后还可爱的跟大家道歉 这个时间上传食物照对不起 照片曝光后吸引李炳宪老婆惊叹留言 什么时候要做给我吃 李贤真也说哇想快点吃到 照片曝光后吸引七十多万人围观 大家纷纷赞叹这个手艺实在太厉害了 神兵太幸福了 还有人说你现在是两个人自己要多吃一点 但也有粉丝敲碗希望能晒跟老公的合照闪一下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